還記得我們在台中藝中遇到的聖水姐嗎? 我都在旁邊爆哭崩潰大哭 她說好了媽沒事啦 那妳現在要我怎麼冒煙 因為聖水姐無法冒煙而痛哭不已的媽媽 還有更多精彩的故事 我媽因為很近的理由把我受到一個佛堂 裡面輻射的托兒索 然後叫我帶了十字架進去裡面讀書 因為我從小到大沒有看過尼姑跟和尚這種生物 這種髮型的人類 然後我就覺得他們是不是生病還是之類的 我就回去跟我媽報顧說 媽學校每一個老師都沒有頭髮該怎麼辦 然後我媽說沒有他們是神職人員 我媽跟我說那是像我們教會的牧師跟修女 沒有沒有那個不一樣 他們兩個會吵架 我說喔好 中午那個學校要有類似謝飯禱告的東西 就是要帶所有小朋友去佛堂 拜完然後再回來吃午餐 因為我媽有交代師傅說 我不可以去拿下 然後大家在拜拜的時候 我每一天就會一個人被丟到那個 幼稚園腹射的那些溜滑梯 我就一個人在那邊盪球籤 看起來有夠邊緣的 極致邊緣那種 有一個尼姑就拿著小熊軟糖跑過來 然後跟我說 小朋友妳要不要吃椰米熊 他都叫那個叫椰米熊 Gummy Bear 之類的 對他都說椰米熊 他就拿了一顆給我 然後我還是不敢拿 他就倒了一把給我 我就拿那一把往他爬上丟 妳好怕喔 因為我真的很害怕尼姑 每過幾天我媽好像就把我退學了 就是我不適合在那個學校讀書 對就是一個幼稚園就被退學的人 我現在到長大看到尼姑還是會有一點害怕 是害怕還是愧疚 有一點 微微的罪惡感 歇許的罪惡感 除了把女兒丟進佛教幼稚園外 基督教媽媽的ㄎㄧㄤ事 還不只這樣 給這樣子媽媽待大 妳不ㄎㄧㄤ都很難耶 媽媽還會錄一些我們小時候就是 在家裡聊天的那種V 那時候是V8嗎 對 我大概小小孩吧 很小剛會講話的時候 我就看著爸爸在吃泡麵 跑去跟爸爸想要撐一口麵吃 我就跑到旁邊玩玩具之後呢 然後爸爸褲子可能穿很寬 我就對著鏡頭大叫說 媽媽爸爸XX為什麼這麼大呢 然後我媽居然把那個影片到處拿給親戚看 你知道 為什麼 我不知道 為什麼 我不知道 她就覺得小孩可能講這種話很可愛吧 可是我長大之後覺得 幹我怎麼可以這樣調戲我自己爸爸 她是媽媽其實想炫耀 也許 Maybe 爸爸的大是媽媽的驕傲 從吃不慣冬泉辣椒醬可見一般 聖水姐並非台中人 又是什麼姻緣際會 讓她搬到台中討生活呢 我是台中人 我跟我老公一起下台中工作 為什麼會選擇來台中啊 因為台北很難活下去啊 台北很難活下去吧 你應該是台北人吧 對不對 台北是不是很難活下去 是 你要付房租啊 有的沒的 然後就沒了 我以前在台北住一個月 三萬八的地方 你們住得太貴了吧 跟室友一起住 然後後來室友跑路了 就是 不知道是XX還是怎樣 就是跑路 台中真的比較爽啊 真的 拜託住台北的 就搬來台中住 反正就是離婆家也遠一點 沒事不要婆媳戰爭 很可怕 老公會被打死 之前有經歷過 什麼比較可怕的部分嗎 婆媳戰爭 喔有啊 我有一任男朋友 她媽媽有一點 欸 我不知道是精神障礙還是怎樣 她媽媽在我們兩個的房間 裝建設器 OMG 對因為我們那時候是開店 然後保險箱放在我們的房間 她媽媽就是以 怕錢不見為由 在我們兩個睡覺的房間 裝建設器 我超問號 我超級問號她那個媽媽的 好可怕喔 對然後她媽媽還嫌說 我長太高 長太漂亮 不適合當她們家媳婦 我就ok fine ok fine ok fine 除了被婆婆偷看火成功 還有無緣的八加九之臉 我是桃園小孩 桃園八加九真的很多 超級多 那跟八加九交往感覺是怎樣 蠻無聊的說真的 他們會帶你去哪裡約會啊 撞球感 打撞球 不斷的打撞球 然後打撞球 她很認真要我幫她弄報名表 正要拿去她家的時候 她覺得她爸說她被抓走了 我說為什麼要他 我爸現在出來了沒欸 好像關滿久了 還是未滿18歲會關很久嗎 那是經兽管院吧 所以應該大概四五年就出來了 我不確定欸 我不重要 不是很重要 連她叫什麼名字都忘了 不重要 她去打撞球 但你在旁邊要幹嘛 就是幫她拍刷 喔妳好棒好厲害這樣 然後如果你沒有鼓勵她回家 會跟你吵架 你為什麼要讓我在兄弟面前丟臉 不但如此 聖水姐也曾碰過恐怖情人 剛聽起來妳愛情情願很豐富 妳有碰過什麼恐怖情人嗎 妳有碰過什麼恐怖情人嗎 有啊 有啊 講到會哭的那種 真的喔 弄到我爸還去他店裡砸他店 是嚴重家暴 我爸身上打的都是有的沒的 然後還X我的狗 爛人欸 爛到渣 渣到真的是 我後來想起這件事情 就覺得看他怎麼還沒XXX 我每一年普渡的時候 都會記得先去普渡他一下 妳自己覺得面對恐怖情人這件事 要怎麼樣去處理 立馬分手 拜託女生不要笨 那時候年紀小也覺得 他下次可能不會這樣了 他下次會再對我好 他今天跟我道歉完 他一定會變好 不可能 會打你1就會有2 沒有說什麼 我不是故意我一時情緒上來 他哪天真的拿刀看你 你還來一定跑啊 叫女生真的不要笨 那一種如果要分 那分不掉的呢 沒有分不掉 只有女人願意而已 我覺得絕對沒有分不掉的愛情 又不是說已經結婚了 還要走什麼法律的事情 我覺得女孩子真的被欺負了 真的就趕快跑 不然你真的出什麼事情很可憐 愛動物的聖水姐 興趣是到處領養動物 大家要養狗去領養 領養回來去給醫生看 醫生說他應該有生過至少兩胎 他一歲多就被抓到繁殖場 好可憐喔 等於是廚祭耶你知道嗎 就是廚祭的概念 有夠可憐 我今天帶那個寵物公眾師來跟他聊天 哈囉 他只回了這四個字 現在很爽 很爽就好 他還跑去跟寵物公眾師高中說 家裡有一隻貓一直打我 一想就知道是誰 是Dame對不對 妳跟媽娘看我 妳很難過嗎 妳想被訪問嗎 妳可以說話 妳要講話嗎 妳說話 我等一下會把板子吃 發 唉唷 她真的要吃了 吃第一次業 我的客人居然看著他說 欸妳的狗長得好像菜龜喔 我就看著他 欸幹好像真的有一點像 後製一個紅色眼睛上去 會變菜龜了 她是最新來的 她是最新來的 對她是最新來的 最大應該是寶寶吧 爸比12歲了 爸比我們要不要來玩生氣遊戲 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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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好嗎 謝謝你耶 謝謝你爸爸 好可愛 他真的還要耶 他喜歡你 他好像很 喔 喔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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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是不太喜歡 結論 小動物領養代替購買 爛情人請直接丟氣喔 哈哈 泰 Original 雪 2 3 4 10 和 4 5 2 9 7 L